好, 接著你的車很小, 原裝的Auxiliary 一定要開 接著我們的系統是經過Auxiliary 出聲的 所以現在我進入我們的系統, 按下3秒 1 2 3 就入到我們的系統了 這是CarPlay, 剛才關鍵了 按它就出回Android 所以這個出回原裝 按按按 Android 按下3秒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系統這裡 USB, 下載器, 還有高 還有放那顆4G SIM 卡的 就是這個, USB Video 所以進入這個Apps 到時候你拿到車肉的時候 你必須填這個Play Store 這個Play Store 直接關鍵 所以進入設定 呼應一下就是連接那顆CarPlay Viless CarPlay和Viless Central 你會關鍵它的Bluetooth 所以它會自動進入那顆CarPlay的系統 Viless 了 所以你會設定 到時候這個它本身的Android 你會用Google Map或者用Waze 你可以按一下Google Map或者Waze Volume設定 Standard 我現在是100% 就要用GPS的巴士的聲音 另一句是英文 Wi-Fi Wi-Fi就是關鍵 Internet的 沒有你的電話 才是Wi-Fi Hotspot OK, 其餘的Voice Button互用 Tabsetting是跟GPS的 System 這個設定的東西 所以用來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要用System Android13 2024年的產品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Spec 最新的了 接著還有YouTube 連接Wi-Fi 所以我們要用Demo給你 所以我現在要按一下 我現在要按一下 OK, 所以這個四方架 你可以做分屏 放著它內內 試試看 Speed Lab 它在這裡用GPS 一邊體系,一邊用GPS 所以現在進入了我們的系統 接著你調A-Con 那些全部的東西都沒有問題 它會有數個Display 出來 接著鏡頭 功能全部 它在前面做到的東西 它都會POP UP出來的 它會跳回我們的系統裡面 所以這個四方架 記得是Clear History 或者Speed Screen Function OK 夠了 是Clear Histo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